再来看到这台北市动物保护处本来就是应该要保护收容流浪动物 但是却被市议员拿出了引带踢爆 竟然是任由这些流浪动物打架伤亡却完全不管力 不到三米大的铁笼子里有的关上两只大狗 有的关上四只小狗狗 铁笼子到处看得到捕过后的情况 还有笼子里只有一个喂食器和一盆水 为了抢食饲料经常上演护咬争食的情况 结果还有发生狗耳朵被咬掉后血流不止而死亡的恐怖景象 整个耳朵是被咬下来的 当时他们在打架的时候也没有人来救他们 整间龙舍是铁皮屋搭建 密不透风不说 一清洁地板就潮湿 天气冷 狗不挤在这样湿答答的小小空间容易生病 一员通批台湾的流浪狗收容中心很不人道 和加拿大比一比 加拿大流浪狗收容中心 每只狗住一间 环境干燥干净透风不说 狗和狗中间还以石砖隔离 避免互斗的情况 而这样的人道环境真的和台湾差很大 议员要求动宝处尽速改进 不过动宝处还说钱不够 针对我们收容社的改善方面 我们今年有跟工委会提出了一个 就是设备预算的这个 这个这个争取 收容猫狗的环境恶劣没有优先改善 却将预算统统花在捕狗的高科技设备上 动宝处的预算编列方式似乎本末导致 接下来看到昨天为您报道 特别人